一一盘点药物分门别类排到好 医院药师一刻不得闲 招聘困难甚至传出人力荒 不过国内每一万人有13名药师 高于OECD标准8.6位 整体人力并不缺 问题就在于严重分配不均 比较缺药师是像一些大型的医院 因为相对它的薪水 不像在社区药局的药师薪水这么高 招收的能力相对会比较更有限 特别是偏向的地方 像花洞的地方 好像假设它没有更优渥的薪水待遇 一般药师可能就更不会往花洞那边跑 偏向医院药师人力都不够 根据药师工会全联会统计 全国总计超过三万名药师 社区药局和诊所加总一万八千多人 超过一半 大型医院却只有八千七百七十人 占所有药师比率四分之一 主要因为待遇有差异 医院和药局药师年薪差了足足十万 医院确实是事情比较多一点 然后外面待遇可能也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医院待一阵子之后 就会出来职业 同样都是药师 偏偏工作内容有差别 药局药师调药之外 对保健品民众未教也得略职一二 在医院职业得轮职夜班 跟着医生巡防 药师说只要处方间一多 根本化身调药机器 最好的解法可能就是说同步的 在地方可能会有些药师的补助 那另外说也鼓励地区的医院 把现在的处方可以逐步的释出出来 那那边可以侦测一些社区的药局 那相对的社区药局 相对的薪水相对会比医院来得高 药师也补充 即便广设药学系也不能根除医院药师药 得先改善医院药师环境 降低流动率才是当务之急 近期新闻干杯请瑜伽伟